画面中的木质碑垫 木托盘 面纸盒 还有木桌上都有美丽的图案 新原项木建材公司第三代王惠竹 将自己的美术专长运用在木皮板上 他先设计图稿 再选择能将画面表现出来的木皮板 接着用香花工艺让图与木板融为一体 推出高质感的木艺商品 不同的木皮薄片有不同的颜色与木纹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特性呢 跟国外的一个工艺香花工艺来做结合 那香花工艺呢 它是利用木皮薄片裁切之后 一均图靠裁切之后镶嵌拼贴 然后拼成一个画面 王惠如说公司原本都使用进口木材 自2019年开始与林务局合作 陆续开发了12种国产木皮板 他发现国产材的天然纹路非常美丽 其有极种木材有特殊香气 为了展现台湾特色 他以台湾著名地井与动物为灵感设计图款 让国产材作品更充满神明力 这种橘红的色泽都是木皮天然的颜色 然后像我们的海龟 它的身体我们就是利用台湾章木 来表达它的纹理 然后那个香丝木来表达那个乌龟的龟壳 那像这个花瓶岩也是 它就是我们利用香丝木比较多木杰的部分 让它去表达那个岩石自然的纹理 王慧如说木家具或木装潢都会给人价格高昂或是难保养的印象 所以生活中有很多用品都被塑胶取代 因此他设计开发木座生活小顾 希望能推广木制品 我们希望设计一些这种精巧然后具有设计感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让我们的木质商品融入生活之中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对木头质感的东西都还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使用我们的台湾国产材啊 它是碳主机最少的一个作用 然后对我们的永续环境是非常有注意的这样子 以香花工艺结合国产木材应用于商品设计 王慧如在传统产业中开创新路 未来将继续开发更多产品 将木材丰富美丽的纹理 融入更多人的生活日常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